道公長老慈悲 尊敬的師叔 行公長老慈悲 尊敬的諸位師叔們 尊敬的諸位法師 以及海內外的嘉賓 和諸位聯友 大家早安阿彌陀佛 我也很緊張 因為我沒有講稿 這個 感謝 學會邀請學生來參與 老和尚追師會 從發心出家到現在 有二十多年了 聆聽和尚講經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早期剛出家 聽過很多大經大論 像《金剛經》《楞嚴經》 後來聽《無量壽經》 再來聽《了凡世訊》 到了大概2002年吧 那和尚要我們聽《地止規》 我真正受益 就是剛剛陳德法師講的 就是剛剛陳德法師講的 扎三個根 我是因為年輕的時候 接觸過很多社會上 形形色色的污染 後來發心學佛 到發心出家 也希望能夠弘法立身 更希望能夠了生死 可是呢很努力的學習 有時候是拼了命的去 拜佛啊聽經啊 請教善之士 但是始終就是功夫不得力 遇到了逆境 還是會怨天尤人 在順境當中呢 也常常迷掉 會起貪心 和不信因果 就是忘記了 或者是面對因果的時候呢 還是會愚痴啊 所以後來 直到學習了這個地址規的時候啊 那時候我也是準備在戒律造場學習 一邊學著戒律 一邊學著戒律 在正絕經社 甚至閉關 聽金鋼金 然後呢 這個地址規啊 這個地址規啊 當時因為學習的時候呢 把它當作只是認識一下就好 想說這個根啊 應該聽完了就扎好了這個根 疏忽了 到後來呢 遇到了很多的 這個障礙 當然這一些魔障啊 都是自己 煩惱所致啊 福報也不夠啊 福報也不夠啊 所以後來 等到經過了很多年以後啊 我去 在2016年呢 去 拜訪老和尚 那 那一次很意外 老和尚呢 就講了一個 我從來沒有聽過的 開示 他轉變了我一生 每次講了 都會有一點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緒啊 那天啊 和尚說啊 沒有老師啊 學生是出不來的 跟我講了兩遍了 當時我聽的是一頭污水啊 我已經出家很多年了 也很認真 想要紅髮立生啊 講了十幾年的經 怎麼會 這個 謝謝 學生出不來 聽不懂 那 那後來呢 沒有那個姻緣在香港 當時胡居士啊 還是很認真的 希望我留在香港 因為我實在是太 太 太法喜 那個獎金紅髮 昨天遇到很多香港同修啊 跟我講說 我已經離開香港十五年了 他們都很想念我 他們都很想念我 我真的是感慨萬千了 有新加坡的同修 馬來西亞同修 甚至還有美國的同修 我很想去跟你們一起學佛法 但是呢 那個時候真的是 實在是太希望能夠 像和尚一樣 獎金了 所以有時候 為了自己的願力啊 常常會 啊 說來也是很慚愧 忏悔 常常還是會 有一些埋怨 或者是有一些不對的 想法和做法 這個也要請師父原諒 也請很多師叔啊 你原諒我吧 那麼 後來我去紅髮 因為 當時呢 眼睛開刀啊 失敗了 結果我在新加坡獎金啊 還是很多人 願意聽獎 從沒有幾個聯友 到很多聯友都支持我 所以 我在獎金的有一次啊 謝謝 你還有一分鐘 對不起 只剩下一分鐘 那這個 那一次呢 老和尚呢 就想到老和尚在台上 啊 或者是在平常跟我講 沒有老師學生是出不來的 啊 為什麼呢 因為確實啊 我們在 出家的時候呢 啊 這個孝親尊師的根沒有紮好 所以師父常常要我 做的事情 我確實沒有做到 啊 那麼 還有很多行為啊 念頭啊 都不對 啊 當我 慢慢的 知道說 沒有老師 學生是出不來的 我生起感恩心以後啊 OK 我這個很多的煩惱就放下了 啊 然後呢 也慢慢的 很多的業障就消了 嗯 那記得老和尚呢 在臨終的時候講過一句話 家和萬事心 我要跟大家講 我一路走過來的 心得就是 孝親尊師 他可以生起什麼心呢 感恩心 非常對 有感恩心之後呢 才能夠生懺悔心 嗯 然後呢 有了懺悔心之後呢 我們才能夠和 好 孝親尊師呢 能幫助我們 落實很多我們 發的願 祝我們同修們呢 我們都可以 真的把孝親尊師 落實起來 把弘法立身的事業呢 做好 我們這一生呢 可以通生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 好 好